這都是海鯊屋 包到很危險 不然怎麼滑下去 抬頭看出目驚心 大龍國宅屋頂體無頑膚 過去曾因暴雨頻繁 海鯊屋頂吸水 坦塌範圍擴大 民國74年由市府兼造出售 後來大龍國宅 成了市府列館海鯊屋 北市府下令5月15號起 停止使用 一般正常人他們要打包 什麼就很不方便 那像我們產生更不方便 我常常去永平 去辦大橋房間 住戶間互相討論著該搬去哪 原本的家稱為樓 距離搬遷日剩下不到一個月 但有96戶還不願意搬遷 因為多為中低收入戶 是否打算安置他們到永平 或者是G3中繼國宅 那我們本來在這邊也住得很好 機能也什麼都很好 問題現在就是說 我們要搬到比較遠的地方 那你出入的這個時間 什麼都是一個大問題 換家很麻煩 而且出去租又房租又那麼貴 負擔不起 為了公安與居住爭議 柯文哲成立專案小組 將19號晚間與住戶面對面協商 初步規劃在中繼國債的過渡期 市府願意負擔全額租金 在外租屋者每瓶補助800元 假設是市值平的租屋 那按照每瓶800元的租金補欠 大概是25200左右 海商國宅給建 牽涉居民權益科市府和住戶間協商 得盡快找到平衡點 否則一天不搬 身家性命也添一分違憲 這裡是詹詹詹文台北暢報道 除了